新港向來最近心拍很多道路 道路真得又好開 為了保障 當地的用路安全 鄉兵公義博物協定會 是關了15組LED太陽涼 佛陷警司典 給新港分組織 提醒新港鄉親在夜間的行車安全 鄉兵公義博物協定會 看到最近新港向來 多了很多條在各邊的路頭好走 為了風地交通事故發生 特別觀賞15組LED太陽涼 佛陷警司典 給新港分組織 新港鄉親現在新的新大陸 還有灣區的大陸 有要裝爆閃燈以維護交通安全 有建議最近在夜間行駛 很多人都在發生車禍 所以今天我們鄉兵公義協定會 監證15台這個爆閃燈 能夠裝置在路上 能夠讓給所有的行車來的民眾 能夠比較安全 鄉兵公義博物協定會 15組LED破閃燈 鄉典地在新港向來 容易走出的路口 以及夜間這個地方比較沒有清澈的地方 部分道路大又直 很多車輛難免開的較快 常常會有事故發生 很感謝捐贈了15台的爆閃燈 由本分局來就轄區的道路狀況來裝設 希望來提醒警示 用路人能夠經過該路段的時候能夠小心 經濟研究除了現實 會是紅色跟哪色的警示頂 可以提醒用路人 行程交路段要減少萬興 而且注意路方和車方 可以完全得到警示的效果 多張華新聞也方有 先剛才方報道